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ne Piece Green 决战的秘密章节里 韦田说到早前出现在艾斯背部的万字被修改的原因 韦田说万字牵涉到宗教信仰标志的关系 所以改成实字 其实实字也是宗教符号呀 在漫画中 艾斯第一次登场是在阿拉巴斯坦 个部网上的痴青非常醒目 ASCE 特别是那个S 被画上了一个X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艾斯的英文名字是S 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 那么这个看上去是代表自己名字的文身 为什么是ASCE 而不是ACE呢 ASCE的S 是代表纪念沙波 S有个X 这个就是当年小时候沙波出海 被天龙人差点炸死的小船上的海贼旗标志 如果看漫画细心会发现 在和沙波书信来往中 也有沙波的标志 这是作者韦田的伏笔 艾斯的身高是185公分 体重呢 官方好像没有公布 但是我找不到 有伙伴知道艾斯的体重是多少吗 在影片底下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One Piece Green 决战的秘密章节里 韦田讨论到艾斯的出感 艾斯原本不叫艾斯 艾斯原名是蓝骨 之后更名为艾斯 代表的是扑克牌的黑桃A使 因此艾斯还没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前 他的海贼团名称是黑桃海贼团 不知道你会觉得艾斯这个名字比较好 还是蓝骨这个名字比较好呢 艾斯的生日是1月1日 这天也是韦田的生日 艾斯被称为火拳艾斯 是因为他是烧烧火石的能力者 谈他火焰当然就得说说火焰的基本常识了 火是物体燃烧过程中所进行的强烈氧化反应 散发出光和热 是能量释放的一种现象 我们日常看到的火焰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火焰的颜色对应着相应的温度 即是色温 色温的大致规律是温度越低 红光 橙光越多 即火焰会偏黄偏软 温度越高 蓝光 紫光则越多 即火焰会偏蓝 偏冷 说了这么多干嘛 其实艾斯发出来的火焰是偏黄色和红色的 也就是说温度还没有到达最高点 要是艾斯能发出蓝色的火焰 说不定就不必死了 不知道你的意见又是什么呢 薩波接下来会不会释放出 烧烧果实真正的能量呢 艾斯的日本声優是古川登之夫 也是龙叔的比克的声優 你有听出来了吗 漫画第520话 斐叶 陆飞在跟伙伴打牌时 韦田已经稍稍透露了艾斯在接下来会死 从斐叶上看 陆飞表情痛苦 好像已经输了牌局 左手拿着布鲁克牌 布鲁克象征着死亡 而右手抓着的牌 我们清楚看到的是黑桃A 黑桃A象征着艾斯 所以接下来艾斯就在574话 真的死了 艾斯、沙波、陆飞是故事中的三兄弟 但是他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艾斯的父亲是海贼王 哥尔蒂罗杰 母亲是波特卡斯第陆九 艾斯因痛恨父亲 所以不跟父亲的姓 而选择母亲的姓是波特卡斯 艾斯在顶上之战丢掉了姓名 相连20岁 很多人都惋惜艾斯一年早逝 其实不然艾斯的正式年龄是21岁 因为他在母亲的肚子里带了11个月 这个说法有人接受吗? 好吧,不要理我 因为太久没有更新 今天就做一个bonus吧 如果你很喜欢艾斯的话 你一定不希望他死掉 想多看看他的故事 漫画第272话到305话的匪页 艾斯的黑胡子到搜查线 这个短片主要讲的是 艾斯在追捕黑胡子的途中 帮助了一个小女孩与他的家人团聚 并且从海军得到了黑胡子最近的行踪 由此 正片中 艾斯与黑胡子的决斗 便有了铺垫 虽然斐叶故事没有对话 但是故事还蛮有趣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回去翻翻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艾斯死的时候只有20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就死在新时代的浪潮之下 为什么选择了艾斯呢? 可能这就是命 不知道你又对艾斯这个角色有什么感觉呢?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记得订阅关注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